本来就差最后5分就可以升到无敌战神了 结果在空头基地连卡都没捡到 直接被人干死了 扣了一把56分 无缘无故的又得多打一天 打了半天又是差5分上到无敌战神 不过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28分了 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打一把海岛 前期还必须得吃鸡 要不然这个战神就上不去了 所以咱们稳一点 找车转移 顺便尬个鸡哥 这个人机盒子我舔的是毛骨悚然的 真怕有人过来给我偷了 要不是看他有版本只子汤姆逊 如果是狗都不用的UZL那我就不舔了 把这边的几个小野区搜一下吧 就我这几个发育路线一般都是没有人的 前面这个大仓肥的流油 可是已经有人了 我们饶他一命 第二个鸡哥也来了 美喳喳 现在第三个圈了 我们找个位置狗一下 哎 别翻 跑车太容易翻跟头了 还好没有来人 不对 看到车好像是来人了 快溜快溜 我们在宿舍楼狗一下吧 这个楼来的人比较少 一般都在高楼 很安全 很不错 听车声好像是来车了 看能不能给他扫下来 打到一枪好像给他惹生气了 这下直接回来了 我们直接跳下去看能不能打他个出其不意 这个人的ID居然是服了老王 是不是服了隔壁老王呀 隔壁一直是有个人的 算了我不管了 先进圈站点吧 我看这个三层楼就挺不错的 哎 不是怎么有个黑头缩回去了 有人的 再见 现在我们就在阿城这个三层楼待着吧 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学我这样去见 现在没事给他后轮泄了 这样是很容易遭他报复的 不过现在我们两个都在圈 他应该不会过来吧 下面有个人机 我们一会可以去打一下 正准备开车走呢 地图上怎么有个找印子啊 肯定是那个蹦蹦车主 鬼跳过来寻仇了 这次一定要赢 要不然今天就封不了神了 完了完了 漏的身位太大了 如果现在嘎了 肯定上不了战神了 不过这个人好像挺怂的 一直在丢雷 他又在捏雷 我们关门躲一下 结果他这个雷把自己给炸死了 真的是天助我也 平时我的包里面没有200多发污流 我是没有安全感的 雷跟烟也不用剪太多 大家是不是都跟我一样 挑完包就来收拾一下这个小菜鸡 诶 他刚刚明映在这里的呀 哦 那他绝对趴在围墙了 还在我面前当老六是吧 裤叉子都被我看光了 啊 人呢 要不说QG的意识跟微信息就是不一样 直接趴在平原上当老六了 今天早点的途中也是非常刺激 被大喷子人都喷麻了 这个人绝对是打多呀打多了 一会再来收拾你 诶 好像有人想封烟拉到那个厕所 我们先离车远一点 然后看能不能架他一手 读底的肯定要过来了 看一下看一下 看到这个你已成为新的淘汰王 我以为这个AK把另一个人给杀了呢 结果这也没显示吃鸡了呀 还好我肌肉记忆细节一趴 杀了8个加了8分 现在已经是11点58了 我们一会上线看有没有封神 12点了 我们直接上号兄弟们 自己的号也是成功封神 因为没有老板找我打战神 所以说只能打自己的号了 脸上条 有105面 是不是 有105面 有108面 是 有105面